灯泡一捏会破 但是捏不坏的灯泡 你有看过吗 还有另外一种 就是像仙人掌一样 可以行光合作用 自动亮灯的台灯 带你一块来看看 这些创意灯区 这个灯泡灯不只捏不坏 而且不会烫 最重要的是 敲头也不怕痛 没错 就是怎么玩都玩不坏 生气的时候 还可以拿来当出气筒 用力地给它捏下去 利用性胶材质 让灯罩有了弹性 变得与众不同 另一款大灯泡的弟弟 小灯泡 是太烫让它融化了吗 其实它是设计师的巧思 一款小夜灯 让你晚上就算踢到 也不怕脚会痛 当然有摆在桌上 放在地上 也不能少了挂在天上 这款矽胶灯 不但可以随意弯折 里头这个冒充灯泡的家伙 其实也是个小小的灯罩 就算是摸到了 也不怕烫伤 那灯的话 因为它们都属于细胶材质 所以第一它够软 然后它柔软度非常高之外 安定性也很高这样子 那它这个设计感的话 因为做得还蛮特别 所以我们的接受度还蛮高的 另外像这个看起来 像是仙人掌的摆饰品 其实它另有妙用哦 其实把它倒过来 就变成一盏台灯 而且它是个环保的小绿人哦 最特别的是 它跟仙人掌一样 需要阳光利用太阳能来发电 超级环保 同样也是利用植物来做造型的 还有这一款蘑菇灯 利用手指碰触来调整开关 以及明暗度的微调 另有一番风情 不同的灯 可以营造出不同的气氛 你们家的灯 还是一成不变吗 不妨来试试创意灯具哦 我们在这边 也好